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 我是安妮没饭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新翻课程表 这是一档从周一到周日按天计算告诉你 在即将到来的1月大概会有怎样追翻体验的节目 那本季除去一些低右项泡面翻 剩下来差不多有46部左右 这其中还有好几部是跨年过来继续播的 所以比起上个季度又有亲命的70部 1月星座从数量上要少上不少 但相信我看完本期节目表 1月新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一个美好的1月先从12月偷跑并没有 功利新年严禁偷跑 准确说新年这几天动画都停播歇着呢 唯独1月1号星期一 为了在异世界也能抚摸毛茸茸而努力 说女主过劳重生 获得非人生物疯狂的爱转身特点 来到异世界尽情的对狮子老虎多拉根上下其手暴风吸入 开年第一弹就是转身异世界 但其实它第二集开始就固定在周日播了 所以首播是特地的调到元旦来给弥虹国的米纳桑做精神马萨吉 再隔一周1月8号 周一的节目才算正式展开 首先是原创动画 High Cut至高之牌第二季 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第二季 以及迪士尼独播的新Duality Noel第二季 非自愿的不死冒险者 将废柴冒险者在探索迷宫的时候遇到了巨龙 结果咔崩一下给后者吞了 等他再次回神 竟然转身成为了最弱的魔物骷髅人 会不会是龙他不消化古特 为了免造冒险者铲除 骨头人决定一步一个脚印 靠刷怪进化 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变回人类的 上次这么想的是个执主 公主殿下拷问的时间到了 王女也是国王军骑士团团长的公主 如今成为了魔王军的阶下桥 等待公主的将是怎样超乎想象的各种拷问 你想到了什么 故事说白了就是 魔王军好酒好菜 掌公主宁死不从 这什么好香啊 我招了 我全招了 这什么十八县城邦的公主啊 感觉耗子里的比原生家挺强啊 本次乃是金森养子首次担当监督 他是霸权社出身的动画师 在多部叫好叫做的影片中担当过分禁演出 相信会把很多的热情投射到这一步当中 是这季绝对值得期待的轻松小品 北海道辣妹贼拉好看 讲在东京生活的高中生男主 因为家庭原因搬到了北海道的偏僻小城 在这里结识了一位本地辣妹 并在后者积极攻略下 渐渐对北方的妹子 以及极寒的乡村生活产生好感 可能有观众对北海道没有什么概念啊 这样你把空间平移一下 就是南方小土豆北上泄后 东北贼拉得进小老妈 狂七肉独家代理 其他平台播送不详 愚蠢天使与恶魔共骨 讲魔界的恶魔和天界的天使 为了扩张势力来到人类世界招新 结果派出了两个HR把对方给选了 我俩欣欣向西情不自禁 这概率很难说没有黑幕啊 又是一部不是冤家不剧头的恋爱喜剧 原作漫画非常精彩 只不过本次动画制作 天同娱乐 说星也干了十来年了 这是这个履历表 我有个喝字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画面不要过分期待 但神优方面真的太能整合了 丁宫礼会 山路和红 野泽雅子天同正宫 这啥帮古卡卡罗特路飞 200岁巅峰局三缺一 傲娇盟王在这只有倒茶陪玩的份 他们思维要是搞一集共演 这陆宫礼这个伶牙简直不敢想象啊 1月2日星期啊 记住吧 一年内很有可能是唯一的一天完全没有动画播送 隔一周的9号开始播送的由通灵王Flowers 以麻仓夜的儿子麻仓花为主角的通灵王新时代续片 哎呀 夜的儿子也可以打将盈了 以及反派千金等级99 我转身成了RPG游戏中的反派千金 于是我努力锻炼加速升级 导致我在游戏第一章进入学园就读时 就已经达到了level99 看什么实力破千金 1月3日在周三会播送的由 弱角有期同学第二季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教室第三季 突入第三学期 这次全院林小璐同学来到深山合宿 应该会蛮精彩的 易修罗 说魔王被干掉之后 留下一堆武功高强 每个人都足以一巴掌删死魔王的勇者 魔王 他们要是造了什么孽呀 你们要这样针对我 当共同的敌人消失 追寻最强之人之间的争斗在所难免 那该如何是好 输门票啊 总而言之就是一群装杯高手的大乱斗 动画将由18家评级常客Personite制作 武斗效果方面应该是挺不错的 声游方面也都是熟面孔啊 而且颇有一种00年大战 10年世代对决的意味 播放平台目前看来只有B站和迪士尼面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对比视频的 你懂的 梦想成为魔法少女 在一个确实有马虎修九的世界里 女主一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魔法少女就好了 突然某一日出现一个看起来很像吉祥物的生物 并且说要给她变身的能力 我读的这是官方简介 和这吉祥物已经进入二次元教材了 一阵华丽的闪光过后 竟然成为了邪恶女干部 一样的剧情换一个场景就是 入错行的女主虽然嘴上骂骂咧咧 但手上是一刻没有停安 姐妹们对不住了 要怪就怪这不公平的命 让我把你们吊起来打 别说你还真别说 手感真不错呀 隔一周的十号还会上演 女王的手术刀 将女主前世是恶意皇后 之后给丈夫大意灭清 下意识带着记忆来到现世成为外科医生 然后又发生意外 而穿越回了前世的十年前 带着超围的医学知识 女主决定拯救苍生 这个来回折腾的 暴击鬼拉马雷啊 战国妖狐 将妖狐和会使用仙道的人类结义成姐弟 在战国时代为让世界更美好而走上旅途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 除了物理排除各种鬼怪啊 异形之类的以外 对坏人主要是靠 在场的人都听好了 现在放下主导 等你们老了以后就可以过上幸福而美满的生活 最后还是靠物理排除啊 原作是创作了霍心公主西翼骑士魂环的水上物质 他老人家作品娱乐性可能差一点 但读过的都清楚啊 故事是相当劲道啊 神作这种异美之词出现率极高 只不过之前的霍心公主的动画画 就一个大写的惨子 这次战国妖狐将由知名厂牌White Fox制作啊 白狐做妖狐 这八字就非常靠谱嘛 音乐部分将由在紫罗兰的永恒花园葬送的福利莲中 都有出色发挥的Evan Cole负责 别的不说 至少纸面实力是足够了 善用西方管弦音乐的Evan大神将会如何诠释战国呢 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到了30岁还是触男 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将男主到了30岁的年纪还是个触男 结果觉醒魔法读星术 并惊讶地发现 他同期入行的同事竟然是个gay Oh my god 平时那些星星点点全都说得通了呀 原作同名漫画在19年还获得了 全国书店员工精选毕业漫画推荐第一名的成绩 哎不是 你们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呀 但让这一部真正大火出圈的 绝对是前几年的日剧 我也是一不小心了解到 稍微剧透一下 30岁触男变魔法师会读星这件事 不是特殊事件 而是 人类设定 所以你周围啊 如果有非常健堂 但没有女人缘的男性朋友 一过30岁突然变成沉默了 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金属口红 Metalicoclugio 将人造人女主和他的伙伴们 夸号女 在火星上猎杀其他人造人的科幻故事 这是赛博利克利斯 由声望极高的骨头社Bones 负责制作的原创动画 不得不说最近这个业界脊梁股 是有点腰间盘突出啊 没有什么有特别记忆点的大作啊 上一次还是那个火星选秀的Clear and Tuesday 也是双女主啊 是百合拯救了骨头社啊 本次制作团队中呢也有很多啊 经验丰富的老家伙 从TV上看确实有点血界战线那个味道了 只要剧本OK的话 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播放平台方面是 哔哩哔哔哔哔哔投资 是B站 是B站拯救了骨头社 不好意思断在一个奇怪的地方 但天启告诉我 太长的片没人看的 这个课程表下半还有10分钟左右 已经搞起来了 应该就会在明后天放出 不便之处这多一段正片就当赔不是了 也不亏是不是 那感谢收看本期不只是聊动漫 咱们冬季新翻课程表下半再见